因為今天他一開始就講了啊 詹子晴拒絕過他 蛤?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石敬秀 石敬秀有什麼不能聊的 你這個朋友真是交對了 石敬秀啊 所以你上次一直不跟我講是誰 原來是他 為什麼 在哪裡 欸等一下 所以你上次講的又是別人 你怎麼會把一句玩笑 沒有啊你們剛剛超認真的 不是因為故事是這樣子 早上來因為我也了解 我跟子晴也算很好 他說最近有沒有人追啊幹嘛幹嘛 然後又說沒有啊就是那個 就是有人追啦但是好像條件沒有 自己沒有覺得很滿意 再等等然後又聊了又聊到 反正又碰到大天在那 最近剛失戀真的很痛 然後我就後來就問他 我說那丫頭不錯啊 他說沒有啊他之前拒絕過我 哈哈哈哈 鬧著玩的 對啦 那你們是什麼情況之下鬧著玩的 對啊 我人生到現在都沒有人跟我鬧著這個玩笑 你現在還要鬧著玩 你到底去玩 你鬧著玩我會當真喔 哈哈哈哈 有老公了還是會很當真嗎 這麼開心 所以有時候玩笑感情的玩笑不能亂拍 我現在知道 我從你身上了解到這件事 哈哈哈哈 不能亂拍 不小心就播出了 紫情不錯啊 條件又好 你那時候為什麼拒絕他 因為他太瘦了啦 他太瘦 他回答了 他回答 他還知道怎麼會是個理由咧 暫停 暫停什麼 沒有在暫停 他們都還在錄 沒有暫停啊 我們一直keep right 其實女生拒絕大天最大的問題 大天比較滑行 好啊 對喔 因為大天是花言巧語型的 我覺得他之前有跟 好像有跟一個模特兒告白嘛 在節目上 好像蠻多人都有被你告白過的 我今天多穿幾個我要跳著 我穿人在擠我在啊 我知道 我 我 我 大天那個 上一次去錄影的時候啊 就剛好就做幾個人 也有男的有女的這樣子 然後反正就講到棒球有關三上三下這樣子 結果大天就突然接了一個什麼 反正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啦 反正就是說什麼棒球場上三上三下 但是我會讓你七上八下 好會喔 就接了一個這種 哎唷 你怎麼突然蹦出一個這種 那是張立東 有沒有 丫頭拼拼點頭 他就是很會動女生開心 對 他東西沒有張立東學的 對不對 對對對 都是張立東愛的啦 張立東愛人不全啊 所以丫頭拒絕也是應該的啦 不是 這樣子女生會沒有安全感 對 你不要這樣子把我說的時候很花心 我也沒有這樣子 女生 女生怕 女生真的怕男生一直會鬥女生開心 真的 對 就很誠懇的看著他 然後好好跟他告白說不定還有機會 因為其實 紫綺是很好的一個女孩子 對 不然現在你再 好好地表白一次 來來換位置換位置 那你們 那你們 那你們坐一起啦 好好的 不要喔 來啊快點 好好的 你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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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過去 我要逼外面 你要再穿兩件衣服 等一下 剛那首歌我們換雙人枕頭 無言的結局 或是真心情 當然你怎麼可以唱無言的結局 怎麼會變成這樣啊 怎麼可以唱無言的結局呢